好继续 上一家其实拉了一个测试的场景 就是访问这个 list的结果的时候还有两个查询条件 我们这一块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查询的这个 有个keyword keyword比如说等于什么等于标题 大家看这样的话 查出来的就是三个结果 我们是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我们看数据库里面 模糊查询如果只查标题两个字的话 标题A标题B标题C都会匹配到 但是我们会 我们如果只查这个keyword等于A的话 返回 它其实就能返回一个结果 就是说标题A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 比如说查这个author等于 章三的话 大家看它返回了两个结果 因为章三就写了两个文章 但是如果 查询author等于里斯的话 它返回它是一个结果 好 如果author等于章三 并且keyword等于A的话 大家看 返回的是一个结果 如果author等于章三keyword等于B呢 那就一个都返回不了 说明我们这个查询条件 是已经生效了 那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了 我们先把这个get list这个折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执行这个get detail 首先把这一个假数据给它删掉 先不要碍眼 好 root里面我们也可以把一些暂时不用的先给它折起来 看着干净一点 折起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get detail这里面给它展开 OK 查询报告详情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直接直接定义一个cycle语句 select信号from blogs whereid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单一号 然后把这个id传过来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查询某一个嘛 因为id是 如果id查询可以 只能查询出一行的数据 然后我们return什么呢 我们return一个ec cycle 好 然后del then ros 然后return ros 0 什么意思呢 我们执行cycle语句的时候 查询肯定能查询出一个数据 不管是你是 像这个你可能查询出一个数据中 因为它查询出可能有好多个行 一个数据中可能有两个元素 三个元素 甚至十个元素 或很多元素 像执行这个 它一个数据中查询出肯定只有一个元素 但是哪怕只有一个元素 它也是个数据 所以说我们在返回这个promise的时候呢 我们返回这个promise 要经过一步结果的处理 就是我们这个把这个数据 变成一个对象的形式 我刚才已经删掉了 就是我们假数据里面 get detail返回的是个什么 返回的还是一个对象 它不是一个数据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数据的第一个元素 给它取出来 就返回一个对象 好保存 注意这个地方返回的还是个promise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router里面 在路由里面呢 我们也先把这两个这两个注释一下 然后执行result等于get detailID ID是在什么地方 ID是在这儿定义的 然后return一个promise 就是result.zen 然后data就是那个当前查询出来的一个博客的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 有了data之后我们就可以 你有一个successmodel 然后把data给它传进去 就像这儿一样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一下 因为这个app.js我们都不用改了 这个改完之后 所有的这个handle blog router 这个里面的方法都适用 所以不用改了 好我们试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接触改成detail 然后ID给它上成2 大家看 rd等于2的话 它这个作者是理事 内容是内容b title是标题b ID是2 好这就是一个获取博客相请的一个接口 就算是调通了 然后我们继续 新建博客 这是路由 然后controller 在这儿 新建博客大家先注意 返回的是个什么 返回的是新建博客插入到数据表里的ID 返回的是这个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办 我等会再说 然后 这个注释里面 blog data是一个博客对象 它包含的是title和content 所以说我们就 先从blog data里面 把这个title给它取出来 然后 content也从blog data里面取出来 好 然后插入博客的时候 还应该有什么 还应该有一个 作者 author 作者呢 我们也从这个blog data取出来 反正都在一块了 我们在这儿加注释 补充一下 author 就是标题内容和作者 我们都从这个blog data里面取出来 这里面有点写错了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create time create time我们直接使用 date.now 直接获取画面 记得数据就可以了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干嘛 我们就可以去 订一个cycle一句了 然后这里面 insert into blogs blogs有哪些列呢 我们再看一边数据库吧 id不用管 title content create time和author title content create time author 这里面呢 values 括号 然后把这个title给它写上 然后把content写上 create time写上 author写上 后面加个分号 author忘了加 代引号 create time不加也可以 create time因为它是一个 bigint格式 它是一个数字格式 所以说代引号不加也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return 这个exec cycle 然后这里面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过 执行新增和执行编辑的时候 它返回的应该是 一堆数据 这个数据里面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这个次操作的执行结果 我们先这么写 写完之后我们再一起看 比如说返回的是叫insert data里面 这一拖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然后呢 这个我们先删掉 return什么呢 return一个id等于 我们刚删的是id等于3是吧 当然那个30假数据 我们可以返回这个id等于什么呢 它里面有一个叫insert id 好 这个东西返回的是执行 这是插入的cycle的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里面呢 有一个叫insert id的一个东西 这个insert id就是你先插入的那一行的id的值 然后把它复到id 然后去返回就行了 据于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当时一执行的时候 从这个里面就能看出来 好 我们先保存它 保存它之后呢 我们再去修改路由 我修改了路由的时候才能去执行 修改路由比较简单了 和这个其他的就差不多 首先 我们通过这个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result 使用result.zen .zen里面是个什么 是个data 这个data里面又是什么呢 这个data里面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id等于什么东西 所以说 我们其实也不用管它 data里面是什么东西 只不过我们刚才说了一下 它里面有id 前端可能会使用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去通过之前的方式 去return一个new success model就可以了 好 看似是可以了 但是我们还去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真正执行 新面积片博客的时候呢 request about里面 我们在前端传过里面 肯定是有标题和内容的 但是新建博客 新建博客一定是登录之后新建博客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的这个author 是没有的 所以说author也从这里面传过来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author 那我们就可以 暂时 用假数据了 因为这个地方不得不假数据 比如说我们叫张三 然后request 第二body第二author等于章三 等于author就可以了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好 我们这儿出示一下 假数据 代开发登录时 代改成真实数据 OK 它有了author之后 然后它把这个request about里传到new blog里面去 然后这个new blog里面再去获取这个author就有值了 但是这个author的这个值呢 我们现在这个真正的值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开发那个登录校验 或者登录信息存储那个东西 我们才知道 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名是谁 现在我们登录还没有开发呢 所以说新建博客的时候 这个用户名我们现在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只能写假的 先用假的调通 调通之后再说 好 先不管它 就用假的 因为我们下一章才会讲登录 所以说现在离着登录还比较远 我们就用假的就调通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 到postman里面去调一下 postman里面 我们打开一个窗口 然后api blog new 数据呢 我们还是用一些假数据 因为调的也比较方便 万一出错了也好改 就是title叫什么 叫标题100吧 content叫内容100 这个时候我们去send send的时候呢 我们控制台要打印东西 所以说我们控制台 暂时先清一下 好 我们试一下 看一下 没有找到 我知道 是因为我们 在这个里面 没有去return 这个promise 这个地方要return的 你像这个程序 最后你不return的东西 那我们再 先保存一下 我们在app.js里面 我们就拿不到 这个blogresult 后面就执行不了 所以说就404了 这个时候我们 把控制台清空 我们重新执行一下 send 我给大家看 send完之后呢 id返回的是个5 baron number等于0 就是没有报错 但是id返回的是个5 这个时候我们先 去数据库里面 简单的查一下 执行这个selecting号 from blogs 好大家看 这有两个一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次 我们执行的是 暴劳404了 暴劳404是因为 我们是没有返回到 后端去报道404 但是实际的数据 都已经插进去了 第二次我们把那个 代码一系过完之后呢 又执行了一次 所以说就两个一版 实际上第一次 返回404单的数据库 实际上已经插入进去了 要不然我们可以再 重新试一下 我们先把控制台清空 bossman里面 我们重新试一下 插这个标题200 内容200 这个时候我们程序 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执行一次 看他能插几个数 send 2z等于6 肯定是一个数 刚才是5 现在是6 好 我们再执行试一下 看标题200 没有内容200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 差了一个数 而且大家看 这差两个标题100 它这个时间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就说明 不是一个时候差的 所以说程序没有bug 然后我们回到控制台中 控制台中打印出了 这么一个东西 叫insertdata A字 是什么 insertdata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才写 在control里面的 这个地方打印出来的 因为我们要从 insertdata里面去获取这个 insertid insertdata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insertid 就是说我们本次插入的一个id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就是6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6 所以说我们程序里面返回的是个什么 返回的就是个6 然后我们在postman里面看到的这个id 也是一个6 这样的话就串起来了 另外一个信息呢 就是这个affected rules 然后就是它影响的哈数是多少 如果是你之前update的那时候 这个changed rules也会有值 到时候我们再说这个事情 好 总之这个新建博客是已经丢成走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代音注释一下 不要再代音东西了 试快来 钦 数据 试快来 试快来